朋友们好,在纽约北京河镇有一栋非常神秘的红木结构小楼,它位于长岛北岸40多米高的悬崖上,俯瞰大西洋,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林。 从1942年到1945年,作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无线电台,它曾经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的反舰谍行动,成功地迷惑了德军和日军,为盟军取得二战的胜利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那栋神秘建筑的门口,先给大家看看周围的环境。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标牌上写的是,在2018年, 北岭河广播电台已经被列为美国国家史记名录中。 这里真安静 到了,就是这栋房子。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台的来历。 二战初期,一名阿根廷纳推间谍叛逃到了位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的美国大使馆。 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以此为窃机,制定了一个掩护行动。 说服了这个间谍和其他一些间谍,继续为德国纳推工作。 美国联邦调查局选择了这里,并且安排特工唐沃斯·约翰逊和他的家人搬进了这所房子。 对外称约翰逊患有废节盒,需要在这里聊样。 同时安排约翰逊的妻子贝蒂安为他的丈夫和其他在夜间掩护下进出这里的特工们做饭。 当时,这些特工们在楼里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工作。 为了行动顺利地进行,他们的房子也安装了几台大型短波无线电设备。 为了不应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电力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特工们将装有消音器的别克汽车发动机,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来供电。 放在外面的大型天线,也为周围茂密的树林隐藏起来。 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向在汉堡的德国人用无形电传输来自纳粹间谍的一些情报。 这些情报有真有假,叙叙实实。 通过这些情报成功地迷惑了德军和日军, 为盟军取得二战的胜利发挥了很大作用。 特别是在1942年,他们收到了有关纳粹有意研制原子弹的情报。 在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现在这里叫本森之家,是为了纪念一位叫玛丽·本森的女士。 她在战后,向盛工会长脑教区捐弄了资金,购买了这栋房子。 目前这里成了教会下面营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篮球场。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一栋一栋的小房子,应该是接待过来度假的人们。 大家听见多安静。 现在在这里只能听见风声,海浪声。 ї日子尾地,我们 1954度也没合理发过来的 POV。 在这地方有点课计ército。 自달点反向为各的 Original原因。 这是因为215%第3培量で完成估计辑的壮舞。 连住資料一批提案后, неб database。 继续打了 1900币。 � blas舒服了慌老 contar位置。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这下面就是一个悬崖 从这里可以远眺大西洋 这是直接通往沙滩的小路 在FBI真会选地 大家看这落差 下了这个贴子 终于走回来了 好嘞 非常棒的游泳池 没什么人 好嘞 好嘞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请记得关注点赞收藏评论转发 谢谢朋友们的观赏